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份该指数略有下降 抵消了6月份的涨幅 7月意大利工业生产数据将会在上午8点钟发布 最近几个月 生产一直处在压力当中 但预计本次将会上升 两则有关英国8月的数据报告将会在上午8点30分发布 包括被受关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通胀7月份小幅走高 达到自2014年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从历史上来看 数据仍然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生产者物价指数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 7月份价格总指数上涨3.3% 与6月相比上升了1.7% 工厂价格上升0.3% 与6月持平 接下来将要发布两则有关欧元区的经济新闻 分别是9月欧元区与德国ZEW调查 2月份无论是欧元区还是德国经济景气指数均恢复至正值区域 预计本次他们将会保持不变 2月美国联邦预算平衡将会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晚间6点中发布 7月份美国政府公布赤字接近1130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4% 第二季度新西兰经常账将会在晚间10点45分发布 经常账目平衡在今年第一季度大幅提高 从去年第四季度的28.9亿的红色区域进入绿色区域 9月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MI消费者新兴指数将会在凌晨12点30分发布 8月份消费者新兴指数从7月份的99.1上涨2% 而在日程安排的最后 凌晨4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修正后的7月日本工业生产 根据初步报告生产保持不变 我是基亚哈利勒 以上就是星期二的经济日历 敬请关注有关星期三的相关概述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